2010卷1第7题 要将桌上电脑升级 将电脑速度加快 下面有三种记忆体 应该加哪一种呢 第1个是ROM 第2个是RAM 第3个是快取记忆体 答案应该要加RAM 问题B 除了RAM之外 要升级之外 有什么地方 电脑部件需要升级呢 答案就是CPU 我们可以换一个较快的CPU 可以增加每一个clock cycle 所执行的指令的数目 单位叫MIPS 就是Median Instruction Per Second 中文就是每一秒钟可以执行多少百万个的指令 问题C 有人建议用快闪的记忆体 即Fresh Memory 去代替Hard Disk 作为一个辅助的储存设备 除了成本之外 那么究竟这些 快闪记忆体Fresh Memory 有什么的优点缺点呢 优点就是它比较快 传取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第二 缺点就是它容量会比Hard Disk 会小 会比较贵一点 D 因为电脑需要安装新的操作系统的OS的时候 在选一个新的OS的时候 在规格上面应该作出什么的考虑呢 答案就是在软件和硬件上面的要求 另外兼容性的问题 硬件方面我们去看看 比如CPU够不够快 RAM够不够多 另外软件方面 那究竟新的系统会不会支援一些其他新的软件呢 同时可否兼容回旧的软件呢 可否行回旧的软件呢 这些通通我们都需要考虑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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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